整個世界似乎到處都在性氾濫的狀態 性以偽裝和友人的方式無時無刻地侵襲你 你就自身於這種種的電視節目、雜誌、書籍、影片甚至是音樂之中 轉身離開、拒絕了 我知道這樣說很容易、做起來很困難 但你每拒絕一次,下次要拒絕就會容易些 想一想如果有一天你能夠站在主前說我是潔淨的 是多麼好啊